男嘉宾小刘23岁来自河北学生 女嘉宾小乔22岁来自河北学生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校友是吧 谁追的谁啊 我追的他 我们就是参加了一个社团嘛 然后看他当时挺不错 然后私底下就交了微信 追了多久啊 追了两个多月呢 追了两个多月呢 现在谈了几年了 谈了一年多了 喜欢这女生吗 喜欢 对人好吗 好 好为什么他今天要来我们这儿呢 今儿你要来的是吧 是 来的目的是 我感觉我现在特别委屈 诉苦来的 对 我就想让导师们过来治治他 他这个人不特别大男子主义 就是在他的思想里 男的就必须得高高在上 女的就得什么都得听他的 而且脾气白特别爆 爆到就能大停往上之下 穿一下三轮车 可是那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有一次他姐来了嘛 他姐来了 他姐就是在那一个地方参加婚礼 然后回来的时候 就在车站那儿给他送手机 还是个下雨天嘛 然后他就说 姐也没吃饭 让我买点东西买点饭 我就去我们食堂 给他姐买了饭嘛 他还特意跟我说说 让食堂阿姨把那个菜给热热 你说我又不是不知道 他特意跟我说 你也够较劲的了 这都是细枝末节 然后呢 然后这事就过去了 我就跟他一块儿就走嘛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给你姐买点零食吧 因为这一路上时间挺长的 这样吃零食 就是也不无聊 他当时没好气的就跟我说 买什么买 赶紧走吧 我姐也是着急回家 没那么多时间 我就就是那么一说 我说赶紧走吧 买什么买呀 那你当时跟我好好说 不就行了吗 干嘛那么冲呀 你一冲我不也着急啊 然后我心情也不好 我就说个 我说反正是你姐不是我姐 一冲这个 然后他就生气了 也不理我 我就喊了他一下也不理 一直往前走 然后呢 然后我就没跟着进客栈 在外边等他 他进去给他姐 把饭拿进去之后才出来 才发现我没跟着他 出来之后就开始对我发火 发的劲气可大了 出来他手里有把伞嘛 然后开始摔伞 那么多人把伞摔烂了 冲我大声吼 他的脸都贴到这儿了 冲我吼 那么多人 关键这还不解气呢 糠一脚踹了 人家一脚下楼车 那么多人 丢不丢人的穿三轮车 三轮车的主任 还是为老爷爷 看人家好欺负 还是怎么着呀 那么多汽车 你怎么不穿汽车去 这女孩说话可以啊 怎么不控制自己的情绪呢 没什么事 没多大的事啊 我觉得就是 我们两个在外面嘛 你怎么着也得 给我点面子 就是我不叫 你就乖乖跟我进去 不是完了吗 这是不是就完了吗 凭什么乖乖跟你进去啊 是你姐也不是我姐 说得没错啊 给你买饭 情分在那儿呢 才陪你去 干吗陪你去啊 那么多人 你不嫌丢人 我还嫌丢人呢 行行行 你也别那个吧 你真嫌丢人 你也不跟他来了 还是老师帮着制制呢 行 你还有什么事 去说吧 关键是他回去之后 我是自己走回去的 我走了一个多小时 烫着水回去的 他自己打车回去的 然后 为啥呀 就是我当时不想搭理他 我自己拿着伞往前走 他也不上来追我 那你自己打个车走呗 我就心里生气嘛 所以还是你自己 愿意汤水 以后千万别 跟别人生气的时候 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然后回去之后 他就去找我 把我叫下来 都没这么说 然后就抱了抱 买了一点水果 吃着就过去了 这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可能呀 我说了那么大委屈 然后就抱了抱 买了点水果就完了呀 不然你怎样 那怎么着 也得跟我多说说吧 怎么着也得好好 那第二天 你们俩又在一起了吗 我就不 这个事我还没原谅他呢 还没原谅呢 这叫巅峰事件是吧 还有别的事吗 有 我感觉这个人 特别大男子主义 就什么都得听他 我不能有自己的爱好 他有他的可以 我不能有我自己的 比如说 就是我在我们学校 比较喜欢打排球嘛 平常没事的时候 是一周训练两次 然后正好赶上上个月 我们有比赛 好几场的比赛 所以就得天天训练 每次训练很晚 回去之后我也很累呀 回去之后他就跟我吵架 说我不陪他 那你刚开始的时候 一周就去那么两三次 我当然没什么事 但是后来你知道 从早上六点多 一直打打打 然后中午吃完饭 然后下午还去打 一直打 打到晚上八点多 然后回去聊两句话 他就睡了 持续了一个月 我受不了 你受不了啥呀 他不理我 我也没有不理他 不是 你想咋陪你呀 那起码 跟我每天都出去晃了 那那那怎么着 你这样之后 他怎么对你呢 就是跟我生气啊 吵架 你说我每天 我每天训练 也不是光我一个人 这样训练啊 我们队的所有人 所有女生 都是这样训练啊 那你打排球 你能进国家队啊 我打排球 就为了进国家队啊 我就不能由我自己 打排好呀 你就回去给我洗衣服啥的 你干嘛天天 我凭什么给你洗衣服呀 我每天这么累死累活的 在那边打排球 每天回去都没有劲 我还给你洗衣服啊 老子文 他打完牌就回来 你帮他洗衣服吗 不了 不在意的 就是他回宿舍了 对吧 你给人洗衣服吗 不洗 为啥不洗啊 你不是嫌他不理你吗 你就多给他洗洗衣服 他就理你了 真是 还有别的事吗 有 还有就是他特别不会哄 就是这个哄字 在他脑子里 就没有这个概念 啥意思 你看 就是由此我们去出去玩嘛 我跟我朋友玩完之后 当时我包他拿着 回去之后我就发现 我的包就是 里边的眼霜 就是少了好多 我就问他 他说 你这是眼霜呀 我以为是护手霜的 我就涂了 当时我一听我特别生气 因为这个眼霜 是我省了好长时间钱买的 花了好几百买 我自己都舍不得用 然后我还没有跟他 发特别大的伙 他的脾气就上来了 嗓门比我都大 你说你哄哄我不就得了呀 不道歉还是我小气 那我对花片又不了解 那你用这钱跟我说一声呀 我不就用了一点吗 你至于跟我生气吗 你怎么就不问我 我的意思不就是说 想让你给我道个歉吗 你哄哄我 默默我的头哄哄我不就行了 从来不哄 在你的思想里 是不是只有你们男生 可以发脾气 我不可以发呀 还有就是你说由此啊 我拿他就是拿手机翻嘛 无意间翻出了一张 就是他跟他前女友的照片 我心里特别不舒服 然后我就是那种语气的 然后我说前女友真漂亮呀 他你说他又不傻的 肯定能听听我什么意思呀 换作别的男人 肯定就去说 哪有你漂亮 这都过去的事 你都不知道他说了一句啥 他说我现在就喜欢不漂亮的 都跟你开玩笑了吗 你开玩笑你笑了 我哭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